8月5日上午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见传媒,回应近期连串暴力冲击及当日有示威者发起罢工及阻塞交通情况。 林郑月娥指出,无论市民有什么政治诉求,希望可以和平表达,有人可以选择罢工,但应尊重别人上班的自由。 当前香港经济及民生出现问题,市民生计受影响,社会变得不安全、不稳定,都并非在短时间可重新建立。 她说,这种有人称为玉石俱焚的做法会将香港推上不归路。 林郑月娥表示,香港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,市民可以自由表达,但一连串的极端暴力行为将香港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。 林郑月娥指出,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,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,可以和平、有秩序地游行,但是一连串的极端暴力行为,正是将香港推向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况。 林郑月娥指出,过去一两个礼拜,我们见到暴力和破坏的行为是不断地升级。 由任意阻塞地铁的车门,我知道今早在很多铁路游出现了这个现象。 林郑月娥指出,四出痰瘫主要的干渡,包括多次堵塞过海隧道。 林郑月娥指出,四出痰瘫主要的交通灯,围堵和攻击各区的警署,肆意破坏工物等。 有些暴力的分子,对于持不同意见的市民,作出恐吓,和在网上欺凌。 一小撮极端暴力的人士,甚至是钉砖,纵火,钉汽油弹,制造炸弹,藏有大量的攻击性武器。 这些都是非常之严重的罪行。 林郑月娥特别提到,一部分人用暴力表达政治诉求,部分极端行为甚至令事件变质,包括乌损国徽将升起的国旗拆走抛下海,甚至要扬言革命甚至光复香港,有关行为已远远超越原有的政治诉求。 这些挑战国家主权,危害一国两制的违法行为,会摧毁香港的繁荣稳定,将香港推上一条不归路。 希望大家想一想,我们是否要压上700多万人的稳定生活,和香港的未来作堵住。 现在我们的经济和民生已经出现了问题,市民的生计,市民的饭碗都会受影响。 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不安全,不稳定,这些都不是在短时间可以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。 这种有人形容为玉石俱焚的做法,会将香港推上一条不归路。 林郑月娥重申,要解决暴力问题就要依赖法治,不可纵容暴力升级。 自己有责任和主要官员及同事一起谨守岗位,希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。 语言响 语言 语言